好路不走啊 原本是电焊工居然好好的职业不做 跑去当诈骗集团的时候呢 当然诈骗来的钱花的特别的痛快 这嫌犯呢 锦衣玉石开名车 但是现在被逮捕了 而且检方还在他的保险箱里头 意外起出了有千万元的现金 其实这些都是被害人的钱 所以现在决定要让他吃牢饭好好悔改 打开保险箱 千元大钞用橡皮筋一捆一捆整齐堆叠 简直就是个小金库 清点起来还得花一些时间 算一算有一千多万 这些钱全是诈骗集团主席用来存放三款的 被告从事诈骗集团 从事诈骗集团的犯罪所得 那这部分也跟被告确认过 所以这部分将来我们会向法院申请没收 这个诈骗集团机房遍布台湾越南和印尼 主席原本只是收入不到三万元的电焊工 诈骗两年瞬间变富豪 挥霍买下钻表和名车 目前有三位被害人士 事实是比较具体的 那他们的损失出顾是新台币四千多万以上 引擎声浑厚有力 黑色高档名车试驾五百多万 主席买给太太的轿车 价值也要两百多万 如今两辆车都沦落被拍卖的命运 主席坏事做太多 恐怕求再多的平安福也保佑不了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